中央社记者赵立严台中三日电曾在日本晴空塔下掳获日本人的胃,也曾到泰国流浪一年多,川子,现老。 史奈普最终归乡台中市绿川旁,要推动台湾小吃都更,展现在地位,更要将台湾小吃推上国际舞台。 绿川经整治,轻轻转身以日式小京都面貌在线,坐落在绿川旁一间白。 色系带古典风格的日式建筑,转角旗楼的店铺贩卖的是古早味,现。 川式纸店就在绿川旁边,此则是希望永保赤子之心,讲解店名川子,现由来的是曾在设计工。 私工作的史奈普,自小在台中市中区长大,离乡多年后返家,玩起衣袖,发挥满满创意迈起,现。 曾流浪泰国一年多的史奈普表示,泰国小吃摊很厉害,融合本国,外国小吃后,推出在地泰国喂美食,就像打抛猪意大利,一时料理中却充满泰国风味。 别人可以,台湾围和不行,史奈普决定推动,台湾小吃的都更,回复乡在绿川旁展店。 史奈普说,美食也是台湾文化的展现,酱料是庶民生活饮食。 的艺术,酱料就是台湾小吃的DNA去养和核酸。 史奈普在,县中加入东市区美东酱油,西区大粤老醋与中区瑞翼香油等,他说,这些都是台中在,地老店,也是他从小吃到大的滋味,每一口,县都是在地味道,更是他对家乡的满满思念。 虽是古早味小吃却也有新潮改变,川子,献和大肠,柯仔分手后,改和,酥鸡,麻油鸡与狮子。 投恋爱,史奈普表示,小吃和小吃结合,可产生文化碰撞,增加多元选择与市场竞争力。 透过小吃都更展现台湾文化特色,两年来美食节目争香。 道道,美国,德国,东京与美食记纷纷邀他参加。 史奈普扛住台中、馅、老醋与香油,在日本买了米、肉,以及具台中味的 馅、肉饭,在日本晴空塔下掳破日本人味,短短三天卖出2500万。 台湾小吃有安定人心的力量,史奈普陆续开发许多传统与创新碰撞的新产品,推出各式口味的一包、炒、猪肉与樱花、虾切、市鼠等。 伴授在地,记忆中的台中味,史奈普说,做小吃真的很辛苦,但所有的辛苦都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,未来他希望可把台。 关小吃推上国际舞台,正筹备在巴黎、日本展店,希望用台湾小吃进军海外美食殿堂,用在地台湾为征服外国人的味。 编辑,李明宗10800203